那时我说 祸灾 我灭亡了 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 又住在嘴唇不洁的名中 又因我眼见大君王 万君之耶和华 有一沙拉佛飞到我跟前 我手里拿着红炭 是用活剪从坛上取下来的 将炭沾我的口 说 看啊 这炭沾了你的嘴 你的罪孽便除掉 你的罪恶就赦免了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 我可以猜浅谁呢 谁肯为我们去呢 我说 我在这里 请猜浅我 第二次记载在马可福音 第1章32到4 春晚日落的时候 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 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 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 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 又赶出许多鬼 不许鬼说话 因为鬼认识他 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 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 在那里祷告 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 遇见了就对他说 众人都找你 耶稣对他们说 我们可以往别处去 到邻近的乡村 我也好在那里传道 因为我是这传誓出来的 于是在加利利全地 进了会堂 传道赶鬼 祝福以上领受神话语的人 弟兄准备在这平安 平安 停车场真的很不方便 今天早上骑摩托车来的 请你几手 我看看 还是 开车来的请你几手 你有停到安平国小的 请你几手 我看看 好像只有几个 我们在那边有车子 接送你过来 所以你一定要善用 教会去住用安平国小的 这个地方 我们每天都 每个礼拜要付钱给他们 然后呢 我们教会 很好的服事 就是从那边把你载过来 你不要用走的 好不好 等一下 你如果要去安平国小 不过还是请你用走的比较好 来的时候 载你来 回家的时候自己走 我相信走路会让你健康 走路会让你愉快 希望各位不要一直停车场 来阻碍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每个礼拜都有很多 想不透的事会发生 看到这个世界上 很多你想不到的事 就在我们当中 这个礼拜看到有个年轻人 18岁 然后他的妈妈去领修 到底怎么样我们不知道 不过他这个孩子就因此而饿死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 那我也发现到台湾很多的宅男 你怪在家里面 我最近听到很多的孩子 就在家里 然后走不出来 爸爸妈妈怎么鼓励他 他们就是怎样 就是走不出来 很奇怪的 钟灵 我跟你说 这个上面灯 把我开亮一点 好不好 我叫他开亮 他把他关掉 OK 那我们也发现到不只是宅男的问题 很多宅女 有没有 我真的不晓得未来的世代 台湾会变成什么样子 因为我们生意很少 你如果很多宅男宅女 在家里面越来越多 将来谁要负担 这些老人的未来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我也一直看到这个世代的年轻人 他们一直在吃喝玩乐当中 不晓得有多少人知道 很多人是有创在 你知道在健康路上 很多的park 每个晚上我经过那里的时候 总是看到很多年轻人 跟一群外国人在那边喝酒玩乐 你大概很少人知道 在台南市的一个老区市中心 那个是一个贩毒的中心 就在中国城的旁边 是一个很多人在那边贩毒的中心 你如果有过去的时候 看到很多男男女女在那边绕着 他们就是在那边等着要买毒品 也许在健康路 也许在市中心 你可以看到这些犯罪 可是你如果像永康这边走去的时候 很多的新社区在兴起来 我们可以看到 到底这些新社区 能够给这些年轻人 看到什么未来 这是我一直在想的 昨天我到永康 去为一个建案祷告 就是建筑案祷告 那我走过去的时候 我发现到好像沿街都没有看到年轻人 都是看到一些比较老的人 昨天是礼拜六 大概是很多人在睡觉 但是我在想说 主啊 到底这个世代的年轻人 他们在想什么东西 我真的不知道 你有没有想过说 我们家的孩子在想什么 你知道吗 我提供这些想法是因为 我一直在想说 如果这世代的年轻人 没有被救赎 台湾的未来会产生很多的问题 我看到台湾的政治 难力分得很清楚 每天都是在报道一些 非常让我们伤心的事情 所有的好事都变坏事 所有的积极的东西都变得非常的负面 你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你可以看到商人的这些黑心油 你可以看到台湾的这些高层的有钱的人 他们过着一种多多的生活 你可以看到低层的人所过的生活 有时候他们就是在黑暗当中 到底多少人去想过这个问题 前几天我用走的 从马可楼 然后走下来走过地下道 我才发现到 很多地下道是被的游民占据 他们每个人都会拿着一个 你们看过 抓坯嘛 抓坯你们知道吗 那个抓坯呢 就放在地下室的下面 那他们盖着都很简单 有的是盖着那个抓坯 你知道吗 他们这样就可以过活 可是有时候我发现到这些人 他们就地下室这样的一年两年 谁在照顾他 这是一个社会的一个问题 总结来说 你可以看到 其实每个社会都要每个社会的问题 但是有多少基督徒看到 今天社会的问题 从政治上 从经济上 从年龄上 从工作上 有多少人看到今天社会的问题 我真的一直想说 有一天我可以拍一些影片 让大家看一下 到底台湾的社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再举个例子 我再举个例子 前几天 我在东区 看到一个老伯伯 然后骑了一个脚踏车 他载了很多的杂物 然后那个车子 他是没有办法用起的 他是用勘 你知道吗 很重 当他带了很多的杂物 就是他捡到的东西 在走路的时候 在走的时候 我心中有一种感触 就是这个老人 谁在照顾他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到底有多少人会关心这些人 他每天捡到的这些破烂 这些纸到底能不能够让他活着 而且活得很好 多少人会灵敏他 这是一个社会的问题 所以在一个黑暗的时代 在一个堕落的时代 其实神就会拆败人来拯救人类 耶稣在诞生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 也是一个堕落的时代 你再想一想 在今日 神其实是差遣的基督徒 要走进这个社会 来拯救这个社会 可是我们这群基督徒 我们总是很喜欢的 坐在教会里面 来享受神的同在 神派耶稣来到地上 你看 神差派耶稣来到地上 他派他来 活在马朝里面 活在一个被杀的情况当中 因为他生下来之后两年 当时的叙利网就要杀小孩 所以不得不 他的爸爸妈妈把他带来埃及去 然后过了不久他又回来 回来之后 你可以看到耶稣的传道生活 其实是一个非常艰苦的生活 在那种黑暗的时代 他所过的生活 并没有像我们想象中那么好 他的确很穷困 穷困到什么地步 你看到圣经这么记载说 他很穷 带着学生 在供养他的都是孤儿寡妇 都是寡妇们 都是这些鬼妇的人 在供养他 在养他 耶稣曾经跟人家说过 他福里有洞 天空的肥鸟有窝 只是人子没有什么 枕头之地 有没有 他有没有很穷困 很穷困 可是耶稣到底用什么力量 在吸引那个世代的人 你如果从他的诞生 你就可以看到 耶稣的诞生 圣经是这样描述的 说他的妈妈 他的妈妈叫做玛利亚 玛利亚他怀孕的时候 大概只有14岁到16岁 我很小你知道吗 因为以前的人很早就结婚 大概14岁到16岁当中 他怀孕的时候 其实他还没怀孕之前 他已经洗配给耶稣 对不对 那么耶稣是个艺人 看他怀孕了肚子越来越大 就想把他暗暗的 把他怎样 修掉了 可是 天使就介入到 他们的生活的当中 天使告诉 耶稣说 他所怀的 他是从圣灵而来 不是从人而来 他是从神来的 他不是从人来的 你看看 天使介入人的生活 有没有 介入到耶稣的生活 你可以看到 耶稣降临的那一个晚上 有天使来报家音 有没有 来报得很喜乐的家音 天使有没有介入人的生活 介入人的生活 所以我在想说 其实耶稣的诞生 你可以看到 是神介入人的生活 神在黑暗的世代 把他的孩子 拆开到世上来 要拯救人类 可是要拯救人类 他用一种 你想不透的方法 来拯救人类 当他的家庭 发生问题的时候 就是耶稣要把他 修掉的时候 天使介入他的生活 我看到 如果没有天使 介入他的生活 可能耶稣会把他 修掉 我想这个问题 如果天使没有介入生活 他一定会把他修掉 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 我希望各位了解一下 我们真的很需要神 在黑暗的世代 但是我也希望各位知道 你是神的儿女 你相信 天使每天 在介入你的生活 有没有 Amen 你要相信另外一件事 耶稣来 他行神机 他一病赶鬼 然后他训练门徒 这些一病赶鬼的事情 也会在今日不断被发现 我看到今天的基督徒的生活 其实是应该 充满神机的生活 就是一个充满 超自然神机的生活 可是我们好像不太相信 我们好像也喜欢坐在这里 然后享受神 我们是不是曾经想过说 我每天所过的生活 其实是很多的神机其事 很多不可能的事 成为什么 成为可能 很多不可能的事 就是成为可能 神就是做了很多 让你猜不透 想不透的事情 上个礼拜天晚上 我讲了天使 我在讲天使 天使有九个金团 那有七大天使 有一天我在介绍 这九个金团 那有七大天使 让各位认识一下 我在讲道的时候 有一个姊妹 很漂亮 带了一个姊妹来 但是呢 那个姊妹 我们叫了一个姊妹 她是我还记得 她是台大毕业的 然后读了法律系 在台湾 来做一些法律的工作 也在做经济的工作 带一个姊妹 那个姊妹 我一看就知道 她是大陆人 那个大陆人的脸 跟我们不太一样 你知道 结果呢 在进版本之后 我们这个 台湾这个姊妹 就带大陆这个姊妹 来跟我认识 她一开口 我大概知道 就是说 大概从大陆来 没有错 结果她是大陆 北大毕业的 北京大学毕业的 她是东北人 然后呢 到香港 主经济的 到香港 去做财务经济人 在七年的当中 她赚了五千万台币 然后把她的钱 现在全部拿着 要去休假 你知道吗 七年 那么这次她的休假 就是要台湾去学 全世今生 学催眠 你知道吗 学催眠 她不是基督徒 但是我们教会 这个姊妹是什么 是基督徒 她一个基督徒 带了一个 不是基督徒的 来敬拜神 敬拜完了以后 她非常非常的渴慕神 非常非常的渴慕神 所以她就一直想约我 我一直跟她讲说 我很忙 她说牧师 我礼拜一有空 礼拜二早上有空 的确是我都很忙这样 结果到我没有办法 我就跟她礼拜二早上 请她喝一杯咖啡 我只有一个小时 因为早上我们要早导 我就利用 同工早导的时间 跟她喝一杯咖啡 那她问我一个问题 她问我一个问题 这是蛮有趣的一个问题 她说牧师 你相不相信前世今生 我说 你怎么解释 她说前世今生可以医治人 你看看 前世今生可以医治人 她说很多人的生病 就是因为 她的前世带来的 你相信吗 我这很有趣的问题 那么在讲到 前世今生的时候 我们教会这个姊妹 她是台大毕业的 她也是到英国去留学过的 她的丈夫 是一个比较平凡的 她只有读高中 你知道吗 她就跟我说 我们这个姊妹就跟我说 她的先生 前世是大将军 然后她这个姊妹 以前是她小丫鬟 因为前世 因为没有结婚成功 所以这一次来结婚成功 你知道吗 你听了以后 有没有很感动 我发现他们被医治 被医治的原因是什么 合理的解释 很多事情合理的解释 他们就一直问我 有没有前世今生 我跟他讲说 有没有对我来讲不重要 也许有 也许什么 没有 但是我发现到 他们很渴慕神 他们一直没有办法解决一个 前世今生的问题 我跟他讲说 只有神能够解决你的问题 神怎么解决你的问题 当你来到世上的时候 你信靠耶稣 你就得永生 你就不要再轮回 到天上之后 你就是变成兄弟姊妹 根本没有妻子的问题 你知道吗 所以昨天晚上 昨天下午我们在做小组的时候 我就问我们那些比较年长的医生们说 你们愿意再次娶你太太的举手 未来有 来是有结婚 有再结婚的机会的 你愿意再娶你老婆的 现在老婆的举手这样 所有在座的 有带太太来的都愿意 没有带太太来说 我爱她 所以让她可以去爱别人 爱一下才知道我爱她 你看看 两种说法都怎样 都很好 但是我知道 当我在跟这个大陆姊妹在谈话的时候 我发现到她非常渴慕神 她跟我说她就是没有办法催眠 所以她不知道她的前世是什么 她一直跟我说 牧师我的前世是什么 我告诉她说 我看到了 你前世是神的天使 她吓了一跳 说牧师怎么这么肯定 我说在我们生命当中 都有个天使 无论你几世前 这个天使永远跟着你 哇 她很喜乐 她说她想要有机会 到哪里都要去找教会的敬拜神 你看看 今天的人有多少问题 我们其实信主的也有很多的问题 有前世今生的问题 你看看 我们有风水地理的问题 有命意的问题 所以很多人去算命 有没有 请问各位有去算过命 请举手一下 就是没有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 所以跑去哪里 跑去算命嘛 对不对 你看看 孩子不会读书 也去算一下 改名字 对不对 宅男也去把他改一下名字 对不对 比如说 一眼平啊 叫做Hamping 就是被躺平了 然后就本来改一名 给名字 叫做现站站起来了 有用吗 所以你们有没有发现到 其实今天的社会充满了问题 不只是社会上的问题 不只是经济的问题 不只是政治的问题 其实我们在生命的当中 充满了很多的疑问 但是我跟各位讲一下 当你信了耶稣 耶稣来 他要带领你 走进神的里面 得着永生 耶稣的来 就是看到我们这一群人 佛在世上有这么大的苦难 他要用他的生命 来犯起我们的生命 他要呼召我们 进到他的里面 成为他的门徒 当你进到他的里面的时候 你就得到什么 跟我说一次 得着永生 你不要考虑到 轮回的问题 你不要考虑到命运的问题 你不要一直考虑到 风水地理的问题 我希望你所考虑的是 我怎样的 能够更见到神的里面 所以耶稣在呼召门徒的时候 他来到世上 在呼召门徒 门徒都跟随他 跟随着耶稣 可是你知道 这个门徒所过的生活 跟耶稣的生活是一样的 所有基督徒的训练 不是在温室里面训练 不是在教会里面训练 是在哪里 在苦难的社会中训练 我再说一次 基督徒的生活 其实就是一个见证的生活 你如果真的要见证的生活 你真的要常常体验到 神的神迹奇事 这种生活 其实是神会把你丢在哪里 丢在苦难当中 丢在苦难当中 他不会把你放在哪里 放在温室里面 我常几个例子说 我们有很多的狗 很多的养狗 然后养在 都抱在身上 以前我们马可罗 是不能养狗的 最近很多小孩子都养狗 然后抱着 那像小孩子抱着 有一天 我看到一个女孩子抱一只狗 我就问他说 这只狗几岁了 他说七八个月 我说你这样抱着他吗 他告诉我说 这是他的小孩 我怎么跳到活你 你知道吗 他说这小孩跟你很好吗 他说我每天都 为他喝奶奶 为他吃饭你知道吗 每天都抱着他 兄姐妹 我问各位一下 这种狗能够看家吗 问题来了 这只狗如果有去走失了 它会不会饿死 一定饿死 你有没有看到 新庄路那些狗会饿死吗 那些野狗觉得怎样 充满着生命力 不会饿死 那问各位一下 你的儿子在家里 你抱着他 你把他丢到社会里面 他没有经验 他会饿死吗 你从小就把他丢进社会 他会饿死吗 你怎么不把他丢进去 一只门徒也是这样 他不是一直把他的门徒 抱在他旁边 他是把他的门徒丢在哪里 丢在财狼福报当中 去操练他们 所以他就授权给他们说 要走进以色列的家去传福音 他跟他讲说 你们要柔顺像鸽子 可是也要灵巧像什么 像蛇一样 你们要灵巧像蛇 因为有人会迫害你 在历史上 很多的基督徒是被迫害的 在今天的教会 我跟各位讲 你如果想当一个神的门徒 你在社会上要做光做炎 你必须要经历到很多的痛苦 所以神的儿女 不是在温室里面长大 祂是在整个苦难 黑暗的社会当中在长大 在长大 这我期待着 你一定要有个心知说 神无论你把我丢在哪里 我就是靠主得胜 Amen 不只这样 你要相信 耶稣来有很多神迹奇事跟着他 今天你信了耶稣 有没有很多神迹奇事会跟着你 你要相信 很多的奇事 每天都 神迹奇事 每天都会跟着你 你如果把它组织一下 再想一下 是不是每天你过的生活 这是充满了什么 神迹奇事 每一个电话 每一个环节 其实都是神对你的带领 也安排 你相信吗 你有没有看到 其实每一天你在过生活的时候 你如果注意到神的带领 其实每一个带领 都是神的恩典 这是神的恩典 我几个例子 真的蛮有趣的 我的女儿在美国做生意 她不只在卖那个香肠 她还在进口一些东西 她卖香肠最近卖来不错 但是她开始进口东西 那进口东西的时候 要申请FDA 你知道吗 FDA 什么叫FDA 就是美国失病检验 从美国申请 我还记得好像是礼拜四 光华兄就来找我 说牧师 那个FDA 那个要申请 因为我们跟有一家 叫做铁金刚 要跟她买东西 要送到美国 因为她的那个 凤梨酥很好吃 我女儿吃了以后 接着进口那个东西 有机会 但是要申请FDA 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就跟我的女儿用案 到最后呢 我想说 哇 这个是很麻烦 要很多资料 倒不如就请那个 董事长来吃个饭这样 因为那个晚上 礼拜四晚上我有空 所以可以请她吃个饭 当我跟她吃个饭的时候 我发现到神机在哪里 你知道吗 我跟她吃饭的时候 我一边跟她吃饭 给拿资料 我把她资料 马上送给我女儿 你知道吗 马上说话 在饭厅马上说话 她把资料给我 我马上送给我的女儿 而且三边 这个王董事长 她的女儿 也加入这个Nine的当中 然后把资料都送给我的女儿 在收发的当中 就把所有的事情怎样 就处理完了 可是在处理完了之后呢 我发现到神不是要我处理这个事情 是要我去认识这个弟兄 我才发现到 一个成功的人 一个成功的人 是佛在那种很积极的里面 是从来不会后退的 而且一个成功的人 一定是要放下 舍下很多 我就问他以前是 说 王董事长 你最近有什么无聊的事情 他说 博士 我明天要在香港买这么准 我说要做什么 中心用了 想去香港买 他说 那这么快 他说 他去到 平后这40分钟而已 40分钟 听着心中没快 有没有很快乐 我说你刚才在中心 他说一年中两次 要他这么准 你知道吗 我说你 你什么时候去 开转出去 他说 他心情不好的时候 就开转出去 那个乘风 破浪这样出去的时候 他觉得它存在很有意义 我就问他 又一件事 我觉得神在教导我一件事说 你那个 黑金刚怎么卖的 他跟我讲说 他本来是要做 送给 他 只是叫师傅来做 那种 凤梨书 做完了以后 送给他的亲戚朋友吃 你知道吗 结果 一边做 一边送 然后呢 很多吃的人 就要跟他买这样 所以他不得不怎样 开工厂 那开到现在呢 他跟我说 他已经有40个工人 有40个工人 你看看 听我怎么 你想一想 再想一想 他送给人 然后人家跟他什么 跟他买 对不对 他忽然之间变成一个 很大的铁金刚王国 他告诉我说 只有先送 然后才会怎样 才会得 这个到底在我的里面 我忽然之间想到说 神不是告诉我们 师比受更有福吗 你会师吗 我们很喜欢受 对不对 你喜欢师吗 这个问题又来了 所以我在想说 其实每次你跟人家说话的时候 是不是神在教你 是不是神在教你说 你是不是 你作为一个牧师 是不是很一师 很一给人 你如果没有给人 你怎么能够得 基督徒的生活 就是在遵照神的话语 而且你过的生活 是一种超自然的生活 很多的神迹奇事 会发生在你身边的当中 听我怎么也像 昨天晚上 有一个弟兄来找我 我昨天晚上跟他 我跟他从大概九点半到十一点 本来是我祷告的时间 可是他来了 我不得不招待他 他跑来 然后呢 有一些事情他在跟我商量 那完了之后 我送他下来 他看到这个教会 然后他告诉我 他告诉我几件事 他说 他告诉我说 林牧师 我问你一下 你做牧师 他在问我 你有在做十文之一奉献吗 我吓了一跳 他告诉我一件事 说牧师 你要相信 神爱我们 神一定会祝福我们 一个弟兄 他已经得癌症得了七年 七年是淋巴癌 所以我知道他的痛苦 他说他 剩下所有的生命 就是要把所赚的钱 要奉献给教会 不是我们的教会 是他的教会 他告诉我 说他的妈妈 他家很穷 他一个阿姨非常有钱 那个阿姨 每个月都给他五百块 给他妈妈五百块 可以过生活 可以养家 常常 这个阿姨 常常取笑他的妈妈说 你这么散 你是要散到当时 他的妈妈拿到五百块 一定把五十块 奉献给谁 奉献给神 那个阿姨就说 哦 阿姨把你抽那么重的水 这个水有没有抽得很重 他的妈妈回答说 你今天给我五百 我奉献给神多少 五十 但是有一天 我的孩子所赚的钱 一定能够付你一生给我的五百 超过这个 而且利息会加倍还给你 这个弟兄告诉我说 他二十四岁的时候 就赚了 在他今年少两岁 六十二岁 在二十四岁 在三十八年前 他就赚了两千万台币 他就跟他妈妈说 我们跟阿姨拿的钱 应该还给人家 而且他愿意把十分之一的钱 给他的阿姨 所以他拿了两百万现金 给他阿姨的时候 他阿姨掉泪 你知道吗 他说神真的在我们当中 做了大事 你看看 今天有没有 很多基督徒 你如果看到这种事的时候 是不是一个超自然的神迹 在我们当中 有没有 有没有一个超自然的神迹 就在我们当中在发生 有没有 弟兄姊妹 我们就是有时候 就是不敢相信神 我们一直在考 我们一直很享受神 我们在理性上 真的信神 我们在感情上 也非常的依赖神 可是其实我们生命 没有投进去在神的里面 我们没有办法 完全照神的话去火 所以你看不到 更大的神迹歧视 发生在我们生命的当中 我鼓励各位 你是神在讹你 神在呼召你 就是要在这个世代里面做见证 神呼召你 就是要你跟随他 神从天上来到地上 他是要做一个板样说 我能够做的事 你永久能够做 我能够行神迹 你也能够行神迹 今天 耶稣跟玛利亚发生问题 神介入了 今天你的家庭发生问题 神会不会介入 神一定会介入 今天你病痛了 你依靠神 神会医治你 今天你困苦了 神会把你从困苦当中释放出来 今天你住在黑暗当中 神就会把你从黑暗当中 把你带出来 你要相信 每天神的神迹歧视 都会跟你同在 而且不止如此 神要你相信他 是要把神迹歧视 在你的身上来彰显 神迹歧视 绝对不是一个牧师做出来的 神迹歧视 绝对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能做的 所以神在来到地上 做一个很重要的模式 就是要把神迹歧视传达给人 让人相信神 让所有的基督徒 过着一种超自然的生活 他不是依靠着你 能够依靠着世界来过生活 是依靠神来过生活 只有依靠神来过生活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其实这种生活是什么 充满神迹歧视的生活 我在马公牧羊 有个姊妹 那个家很好玩 叫做姨姐 这个姊妹很趣 她非常好玩 这个姊妹 真的 我发现到 这个姨姐活着 事实上我觉得是 很奇妙的一个妈妈 她每天早上都骑一个三轮车 从她的家 然后一直骑到教会 其他教会的时候 我跟她讲 姨姐平安 她不会回答我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她第一句话 一定献给耶稣 她来找岛 然后一定第一句话 一定 哈利路亚 那句话一定给耶稣 她不会给我 你知道 所以我在跟她 姨姐平安 她不会应我 这个妈妈很奇怪 她从信主那一天 开始过这种生活 那她在做什么呢 她在捡垃圾 她有一块很大的土地 在捡垃圾 她那个三轮车是怎么来的呢 她有一天跟我讲见证 说牧师 我什么都没有 我只有这块土地 也舍不得卖 但是我什么 现在什么东西都有 我说你怎么样 冰箱也有 电视也有 也有一辆 这么豪华的三轮车 你知道吗 她说 那个后面的两个轮子 是剪的 前面的也是剪的 那个中间那一条 那个柱子也是怎样 那个脚踏车的架子 也是剪的 那 挠一只脚踏车 开去 那是 那是一只鞋子 三个鞋子 对吧 挠回来 前面的轮子也剪到的 那后面的两个轮子 也是剪到的 她就去 又有一天又剪到了 中间的一根柱子这样 所以这个三个鞋子 有没有 后面又一个 他就让人家穿过去 然后可以转 你知道 就变成三轮车这样 他能够这样 骑着那个车子 每天来敬拜神 他说 他 弄到这个三轮车的时候 他感谢神 感谢了一个礼拜 你知道吗 这很奇妙 我说你冰箱怎么来的 他说也是剪的 他有一天出去 然后看到一个冰箱 丢在路边 以为坏的 然后就把它载回家 就把它插电 没有动 他把它踢一踢 动了 他说奇怪 从此以后就怎样 就好了 然后他的电视是 那种真空管 以前很早的真空管 他看那个真空管的电视 我说你很好玩 这种很贵 他说不知道 马工很多 就都他剪掉了 都是他剪去的 他过得很舒服 你知道吗 他过得非常舒服 他有一天告诉我说 林牧师 你可以到我家来吃个晚餐 吃个中餐吗 我看到他 家里真的很乱 我真的不敢去吃 但是他一直邀请我 我说他煮的鸡的鱼真的很好吃 你知道吗 我说你鸡的鱼都怎么去鱼的 他说他的家下去就是海 他所有的除了捡破烂之外 他就是去海捡鱼 他在那里鸡的鱼 在那里鱼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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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鱼的鱼拿起来都有鱼 他就去捡鱼 吃鱼的 吃鱼的 捡鱼回来吃 他说 我已经吃了七十余了 我说你儿子呢 他们儿子 除了鱼的鱼都出去了 就不要再都回来了 我说你做什么 做兵 职位是什么 萧窘 从来没有看过他的妈妈 我听得很难过 他说不要理他 他妈妈告诉我 我靠我的生活是谁供应他的 耶稣供应我的 我知道我的儿子有一天就会回来 我说你哪知道 他说我如果要死 他就回来了 这块土地很多钱 三百多瓶 你知道吗 一定会回来 然后他的生活就去捡 什么东西都是怎样 都是捡的 好了 那请我去吃饭的时候 我就看到那个鱼的鱼 你们不知道 有朋友一种鱼的鱼 叫这些位 整个都是黑色的 当没台 我说我这边怎么吃 我说林牧师我教你 就是把这个筷子 然后一拨 外面的磷就会掉掉 然后整只就把它吃进去了 我爱腥你知道吗 他说这个腥才会有营养 朋友就这样吃 他煮下来的时候 整个锅子都黑色的 我看着真的有点可怕 我看他吃我要不要吃 我在想说 倒成肉身的煮一定要怎样 也要吃 所以我就吃了 我在吃他的青菜 我说你青菜在哪里 去哪里买的 他说他菜鱼 人家在炭掉的 他挖回来 我说 这是豬肉 他说这些豬肉 米好 米 我叫一个在卖菜的一个长老 米好 我说 怎么煮这么多 他每天就是这样 靠煮怎样 再过生活 再过生活 过了不久 他生病了 你看 故事来了 他生病了 我就问他说 鸣姐 要通知你儿子吗 他说什么 你不需要通知 他都有人在看我 他儿子叫一个朋友 怎么你去看 你知道吗 发现问题要通知 平常不会来看他 他说 只要他死 他的儿子一定会马上回来 你知道吗 结果都死不了 他儿子 那个鸣姐到今天还没有死 有没有奇妙 他说弟兄姊妹 我在想 我在想 我在想一个问题 一个妇人 她过的生活 是一个天国的生活 她每天常常在传福音 她见证耶稣 她过的生活 是一个依靠神的生活 我鼓励各位 耶稣过去 如果怎样过生活 今天你如果 也是这样的过生活 今天 你看到神迹奇事 因着耶稣的缘故 隆旧在地上 不断的发生 我看到很多病人 被医治 我看到不可能的 成为什么 成为可能 神在呼召我们 就在这个世代 走进这个社会 现在想一想 走进这个社会 要把社会的黑暗面 清掉 要把有病痛的带进 神的国度里面 让他得医治 要把一些软弱的 变成很刚强 你不能够 忽略到你自己的 使命跟责任 我不能只是坐在这里 我在想说 每年我们都很 快乐在庆祝 耶稣的诞生 你知道吗 可是到底有多少人 能够把耶稣的生命 活出来 到底有多少人 能够把耶稣的使命 活在人间 我们都很享受神 来到教会 都很享受神 你知道每次 我看到成泰 利荣 忠灵 在待见伴的时候 我就发现到 这些孩子们 这些年轻人们 真的是在这个世代的 赞美的天使 他们可以帮我们 带到神的同在 可是这些享受 其实是要带点 我们进到社会的里面 来做光跟做什么 做炎 那你也不要忽略掉 神真的 要我们做光 做炎的时候 神就会操练你 你看一下圣经 看罗马书第八章的地方 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的地方 你看 来 我们读看看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 难道是患难吗 是困苦吗 是逼迫吗 是饥饿吗 是赤身落体吗 是危险吗 是刀剑吗 你看第三句后节 来 如经上所说 我们为你的缘故 终度怎样 别杀 人看我们如江窄的羊 然而靠着爱 我们的 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事上 都已经怎样 得胜有余 你回头再来看 再回头看 保罗传福音的过程 有没有很痛苦 有没有很痛苦 所有的门徒 在传福音的时候 有没有很痛苦 跟各位说 你为主痛苦 你就因此而得福 你走进这个社会 为主工作 主就怎样 大大的为你工作 你如果只是坐在家里 享受主 说主啊 你祝福我 我知道神会祝福你 可是你在属天的恩典上 你是得不到 神最大的福分 就是为主工作 所以我这个礼拜开始 我们教会在马可楼 开始有祷告会 那么我礼拜有祷告会 我开始在 再次呼召很多人祷告 第一 从十点到十一点半 大概有七十个人 还是八十个人一起祷告 第二个阶段 还有三十几个人在祷告 那我一直跟神说 神啊 让我们祷告团越来越大 越来越强 所以我真的也跟律师说 我们再呼召一批青年人来祷告 我为什么一直讲青年人 就是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 神就是要更多的年轻人走出来 来服侍神 改变他们的生活 也改变这个社会 在这个时代 年轻人如果没有出来改变自己 让我们信靠耶稣 成为耶稣的门徒 我们就没有办法在未来的日子 看到这个社会被改变 你看到这个社会 真的是越来越沉沦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越来越败坏 前几天 我听到一个弟兄告诉我说 牧师你可以去喂个孩子 十九岁 他在家里面都不出来 怎么办呢 你看看 在家里怎么办 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你知道吗 就是关在家里 前几天 我就 我在 你知道府前路有一家爬进狗 你知道吗 爬进狗 我当我走过爬进狗的时候 让我想到一个问题 想到十几年前的一个故事 我们年轻人那个时候很火热 他们就进到爬进狗里面去传福音 你知道吗 我们那些年轻人以前 那些年轻人真的很火热 他们就进到爬进狗去传福音 出来之后 所有的孩子都被鬼附 撒旦就攻击他 那个时候我在文安三街有一个房子 那些年轻人跑到那一边 被鬼附 有一些年轻人在为他们赶鬼 赶不出去 我刚刚到 我就把他们赶出去 然后他们就跟我说 牧师这个征战真的很大 黑暗的势力真的很大 你有没有感受到 其实在今天的台湾 黑暗的势力越来越大 你是否愿意加入这个得胜的行列 你是我愿意把你的生命摆在神的面前 跟神说 神啊你呼召我 呼召我就是呼召我 我在这里呼召我 让我走进去 让我过得胜的生活 让我过数天的生活 因为我知道我的生活你会供应 我的生活你会喂养 我的生活是一个充满神经歧视的生活 不只这样 我的生活一定会走进这个社会里面 来把更多的弟兄姊妹带出来 你们看到 你看到一个人改变 这个社会就变得怎样 越来越好 昨天读了一句话 真的差不多有 差不多20分钟我没有说话 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大概20分钟都没有说话 为什么 因为我难过 这句话是从哪里来的 从辛德勒名单来的 辛德勒这个人 他为了救优太人 他就像一个德国的金官 买工厂 然后买下他的工人 每个工人都很昂贵 当那个打字机在打那个工人 他买下的工人名单的时候 那个打字的德国人说 你买这些人很贵吗 他说很贵 他把所有的财产 买这些优太人 要救他的生命 他救了一千一百多个人 他把所有的财产都去拯救这些人 然后你知道 下面加了一句话 这句话我昨天看了以后 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 这个辛德的讲一句话 他说 一个人 一个生命 一个生命 一个世界 他就是说 你救了一个人 就救了一个人的生命 就救了全世界 你再想一想 救了一个人 就救了一个生命 就救了什么 一个世界 等我读到这里的时候 我心真的很难过 说主啊 我们这些基督徒都在沉睡 有多少人是现在 摩克撒旦的领域里面 我们都在沉睡 我跟神主说主啊 让我们把他买赎回来 基督来就是用他的生命 买赎所有的罪人 用他所有的仲价 买赎罪人回来 买回到他的面前 辛德的买了 一千一百多个优太人 你知道吗 买了一千一百多个优太人 我们这些基督徒 因着耶稣的保险 被耶稣仲价买回来 我们这些被仲价买回来的人 到底有多少人 能够再投入 这个属灵征战的战场 把更多人的生命 救回来 我不知道神是不是 在我们当中 做了这种奇妙的工作 还是你永永永永永的 在过生活 我看到伊赛亚 神在呼召他的时候 神问他 问他说 我可以差遣谁 伊赛亚回答说 我在这里 请你怎样 要差遣我 今天早上 你如果听这个信息 你是不是愿意 过一种数天的生活 依靠神 过一种超自然的生活 神迹奇事会跟着你 不止这样 你相信有神迹奇事会跟着你 不止这样 你是我愿意接受神的呼召 接受神的操练 然后走进这个社会 去救赎更多黑暗 堕落 失败挫折的弟兄姊妹 你是我愿意走去 你是我愿意走出去 所以讲一个见证 真的很忙 有时候作为一个传道的人 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忙 不晓得忙什么东西 有时候晚上安静下来的时候 也感觉到说 今天其实没做什么东西 只这么忙这样 昨天早上 接了个电话跟我说 一个姊妹跟我说 他们一个建案 要我去祷告 我就不想去 可是一个建案 他们在卖房子 要我去祷告 我真的很懒 你知道吗 要推脱 也不是 不推脱也不是 那个地方是北区 应该叫中林区 你知道吗 可是他又叫我去 你看安利光那边 你知道吗 可是呢 当我很懒的时候 我就发现到 有个声音告诉我说 人家这么样的叫你 你不去 你都不谦卑 你不知道 去了就会发生神迹奇事 你看我要不要去 我去了 我再想到一句话说 一个人 一个生命 一个世界 我开始就车次就去了 那我去的时候才发现到 主啊救我 台湾的社会问题 怎么这么严重 我面对了六七个姊妹 她们在那边卖房子 我问她 姊妹 你家好吗 大家都 你家好吗 没人认我 你家好吗 没人认我 最近我七个姊妹 她们都是单亲 我就问她说 你们账户都跑到哪去了 说 一个家人 她就喜欢待在家里 她告诉我 我赚钱给她的孩子 她孩子给她就好了 你去世了 公子在家里去 没到我 贪金 她说 这种账户干什么 就把他怎样 离掉了 你知道吗 我就跟她讲说 你怎么没有祷告天使 介入你的家 把你的账户带出来 你说有吗 历史战友这个 有这种故事吗 我就跟她讲说 耶稣的故事就这样 牧师太慢了 我们已经离婚了 我才发现 社会有没有严重 我去了 我才知道 这个社会真的很需要救赎 神的声音就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昨天我回来的时候 我心中很难过 我开始为钟灵祷告 我钟灵 那是别去 你应该去 不是我去 可是我想一想 想一想 还是怎样 还是自己去待她 我们都常想说 这个牧师的责任 不是的 是谁的责任 是我的责任 神在呼召我们 你信了耶稣 你要相信 你会过 因着依靠耶稣 你会过超自然的生活 因着依靠耶稣 神迹奇事会跟着你 而且你所做的事 会比 耶稣做得怎样 更大 只要你愿意 神就呼召你 走进这个世代 为神来工作 为神来尽使命 我们一起来祷告 神爱的耶稣 求你与我们统在 当我们十二月份 在庆祝你来临的时候 让我们看到 整个社会是这样的 龌龊 黑暗 罪恶 我们看到很多人的堕落 绝望 失败 我们看到很多人的沉沦 主啊 求你来 帮助我们 让我们借着你 借着你的呼召 走进社会 把这些人买赎回来 主啊 让这些人能够成为你的圣徒 我相信 一个人得救 这个世界就会更好 所以帮助我 不只我得救 不只我过超自然的生活 不只我有神机奇事 我要借着超自然的生活 跟神机奇事的见证 走进这个社会 有权柄的 有能力的 来呼召更多的百姓 来信靠你 弟兄姊妹 请你跟我说一句话 说 主啊 我在这里 大声说 主啊 我在这里 你呼召我 我接受你的呼召 我要走进这个社会 来拯救 来买赎 更多赎服你的百姓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主我们现在奉献 也求你来祝福我们的奉献 也祝福这些人 奉献在人的手 我们这样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借我们一起来奉献 祝福我们的奉献 祝福我们的奉献 我悟悔 将我的生命寄回 你为了我的罪 牺牲又不回 生命你记得我悟悔 我深深体会 你爱的宝贵 我深深自己又追寻 我深深我清淡 我深淡 我深淡 我识别 云刚强壮但永远不够退 你爱永不变 从今直到永远 我深深将弯了心点 我天群无地转 今次来的沙点 都不能叫我与你来过去 我深深深的愚蜜 我深深深的愚蜜 你爱永远不够退 你爱永远不够退 我深深深的愚蜜 你爱永远不够退 你爱永远不够退 我深深深的愚蜜 我深深深的愚蜜 你爱永远不够退 我深深深的愚蜜 我深深深的愚蜜 我深深的愚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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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永远不够退 我爱永远不够 我深深深的愚蜜 向神掌握了心情 天天上的地囊 今次为你在天 走不敢叫我一天二天去 天天上的地囊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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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主耶稣 你的爱永不变直到永远 我们也谢谢你透过我们牧师的信息 让我们知道 一个人 一个生命 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 是你所用宗教赎毁的 没有什么可以拦阻 叫我们与你的爱隔绝 我们谢谢你 我们愿意献上一些金钱 作为圣工的使用 求你悦纳 祷告奉主耶稣名祷告 Amen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来介绍 今天在我们当中 一起敬拜上帝的贵宾们 第一位